不過在昨天 大家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都覺得真的很興奮 而且特別開心的是什麼呢 就在這當中 我們台灣的中研院 他們是做了非常關鍵的 貢獻技術的這個團隊 好 今天我們真的是 非常榮幸的邀請到 我們周博士來到現場 周博士跟我們講一下 大家都很想知道 因為全世界有那麼多 那麼多的天文家 那麼多的博士 那麼多有學問的人 為什麼我們中研院 可以做到呢 其實中研院可以參加這個計畫 大概要從我們最早 例如說剛剛那個副老師講的 從SMA開始 我們中研院開始加入SMA的建造 然後一路下來 經過ARMA JCMP 然後讓國際知道說 我們中研院 然後我們的儀器技術 研發技術都非常好 可以就是在國際上 是數一數二的 所以因為我們建立了 這麼好的名聲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理所當然的 就很願 很樂意的 讓我們加入 因為像這樣的計畫 一定很多人都想要加入 各個國家 全球各地都想要加入 對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 從SMA開始建立了這些 我們的儀器研發 然後我們的人才 其實也都很好 很出色 對 那所以 因為這些原因 我們加入 而且我們那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在規劃 要建立那個隔離南望遠鏡了 對 那所以 這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利多 就是說我們隔離南望遠鏡 就是專門要來觀測 這個MRT這個黑洞 所以所以因為這些原因 那EST就很樂意讓我們加入 而且台灣其實在這個 這個EST所謂的 世界望遠鏡的 這個主要的研究機構裡面 其實是佔了兩個席次 一個是我們莊研究院 一個是東亞天文台 東亞天文台其實是由 台灣 日本 韓國 中國所組成的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也是 佔了一席之地 對 好 那剛剛老師也特別講到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望遠鏡是在三個地方設置的 包括了像是夏威夷 隔離南 還有EST其實是八個望遠鏡 對 2017年的時候 是八個望遠鏡同時觀測 我們台灣有加入的是 其中三個望遠鏡 好 那這個望遠鏡 剛剛老師形容說 它其實是虛擬的 但是它是比地球還來的大 對不對 如果它是2017年 就是我們昨天看到那張照片 實際上那時候隔離南望遠鏡 還沒有正式的就是開始觀測 所以2017年那張照片 它最長的 距離兩個最長的點 大概是東西方向 就是夏威夷到西班牙 這個距離可能是八千公里 但是我們去年 隔離南望遠鏡開始加入之後 它這個南北的提現 就是從隔離南到南極 它這個長度更長 可以到九千公里 真是不容易 好 那我們今天在現場 還包括了TEDTED是也當時 在這個當地的 這個團隊裡面的資深的 研究的技師嘛 所以這整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多艱困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形容一下 我從SMA開始一直到那個阿瑪 然後再後來隔離南望遠鏡 都實際陸續都有參與 那我想這中間實際上 因為望遠鏡都是建造在比較寒冷 以及那種乾燥的地方 這樣子才能夠得到我們想要觀測的目的 那在那些地方 實際上它的那個生活環境 實際上是蠻辛苦的 那像我今天帶的這個 這個實際上是我們臺灣的廠商 跟我們一起臺灣廠商製造的一個車子 實際上它的特色點 實際上是在於就是說 它要能夠在五千公尺的這個高海拔的地方 能夠運作五物 然後它要能夠把我們裡面的接收機 要能夠保持它的電力 然後運送到我們天線裡面 把設備送到天線裡面 然後讓設備能夠馬上進去 去開始做觀測 那這個實際上 對 對 那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你們研究的時候 你剛剛也講到說天后 天后的部分也很艱困嘛 對 實際上像在阿瑪的話 實際上它是高原沙漠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實際上 它那個地方它非常乾燥 然後它我們住的地方 是在三千公尺的地方 那實際上整個生活環境 都不是太容易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 必須要把我們的設備 能夠交運給這個天線 然後把我們的設備 能夠確保它能夠運作 無無的交給整個 就是這個畫面對不對 你跟我們形容一下 這個實際上這個就是阿瑪 它在整個五千公尺的高山的山上 那我們實際上在這個山上 實際上它大概會有66座的天線 在這個地方運作 那在這個地方 實際上它是非常乾燥的地方 它是高原沙漠 這也就是為什麼它非常適合 適合我們天文望遠鏡 來做這個 次毫米或陣列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這當中 我們看到研究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的 而且要需要很多的團隊 大家非常精密的做一些研究 所以也謝謝這個博士 還有TED帶給我們臺灣的民眾 真的予有榮焉的一種感受 謝謝你們